直接就可以在上面做了 所以你们之后看看 也可以试试看 就在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安装任何工具 直接你要黑的就黑的放过来了 然后你要Footer就Footer过来了 那里面要放什么Netbar就过来了 你要增加几个自己可以增加 其他我说还没事 应该躲一些功能在这里 Property在这边可以设定 然后ID什么什么相关的 底下页面在这里 如果你要增加页面的话 底下有增加 看要几个页面 页面名称的话 比如说Page1,Page2,Page3 其实 也可以做 所以你手边如果没有工具的话 随便直接怎么样 可以在这上面做 如果你没有 工具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线上做 而且他可以直接什么 Preview 这边有个Preview Preview一个 QR Call 那因为照相之后看到结果 要不然你们可以怎样 把我们Dreamweaver的Call 贴上去 那Preview一下 看看我给 虽然也可以 两边可以通用 一个就是说你可能需要做 做设计的时候你用Dreamweaver 如果你在外面没有 或者你在平板上面要设计的话 这个也可以连到平板上面 平板上面也可以 写App 你写完之后马上可以看到 太厉害了 所以App 的时程就会变大大的缩短 而且如果你跟 客户在谈的话 直接给他看 这是不是你要的 点点点 马上做出 好 就这一个 就 就 马上 就签约了 对不对 你的你的外观就长 这样子 对不对 那这样不是就 很快可以 好 就是 OK 那另外他里面的什么 相关的东西我想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我觉得他这个工具 好像还还蛮不错的 那我是还没有时间去试 这个Demo 就是可以拖 可以拉 这边可以显示 JavaScript可以写这边 CSS可以写旁边 另外我看他的网站上面还有一些 一些范本 也已经做好了 或许也可以参考 有一些 这个是 Extense 他可以 解析度也可以支援 而且可以跨平台 就是小绿人 Apple 都没有问题 看起来蛮厉害的 我还以为这个本来以为这个是一个 国外的网 国外的公司 后来发现不是 他是一个高雄的有一家公司 规模好像不是很大 但是后来好像 就 昨天上课另外有同 有个学生就帮忙搜寻一下 好像他后面有 有创投 就是中刚的 就是 投资他这家公司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在找 关键是 Easy Easy O App 为什么叫Easy App Easy O App OK 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再再玩玩看 另外如果有新发现的话 可以看跟再跟我讲一下好了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刚好看到的 OK 上个礼拜我们主要是讲到那个动态 今天的话我们要继续在后面看那个Google map的部分 地图部分 等一下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相关的那个